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和中国的大学生相比 哪一边的年轻人比较有竞争力呢 还有整体而言 两岸和美国的教育环境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今天的海峡论坛将针对这些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讨论 首先请博弈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 博弈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教授蔡伟蔡教授 那么以往呢我们请蔡伟蔡教授来多半是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政治性的话题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些跟这个年轻人年轻学生比较相关的话题 那么蔡教授在学校里面任教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非常的有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蔡伟蔡教授到节目当中 和华府嘉宾以及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讨论今晚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也欢迎蔡伟蔡教授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基尼亚州的州长特任官 同时也是维基尼亚社区大学的理事赵惠普先生 赵惠普先生欢迎您 你好 谢谢 有一时间要讨论 还想两点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度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个人对于台湾开放招收大陆学生到台湾念大学的看法 下面是参与今天节目讨论的集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请您先拨00801102880 然后再拨866837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先拨打108888 再拨打8668375161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 我的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四台湾的行政已经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条例 来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来就读大学 不过也同时规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 他们称为所谓的三线六部 可不可以先请您从这个三线和六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就读的一些相关规定呢 蔡教授 主持人您好 今天非常高兴到这个节目里面来 那台北通过了这个有关的规定 所谓的三线 第一个就是总额管制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到台湾来 我们有一个总量 一个数目上的限制 第二个我们还是以这个大陆的重点大学 为主要的招生的对象 第三个就是有关中国大陆医事学校 医事方面的东西 这个有关他们叫做学历的采认 就是我们承认不承认他们的医事学历 这个是采取重演处理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是有这个限制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规范 比如说我随便讲几个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对大陆的学生 我们没有特殊的加分优待 第二个他们不能够在台湾就业 第三个我们也不特别的提供他们奖助学金 第四个我们不准他们在台湾打工 第五个第六个就是将来 他们也不能够在台湾参与工职的这个考试 各方面的限制 那到最后会有多少的大陆的学生 愿意来或者是能够来 这个我看大概将来还有的 好好的去斟酌了 蔡教授那么有没有听说台湾那边规定说 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实施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 另外我们知道之前马英九推出这个说 他要开放大陆学生来台的时候 民间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那么这个所谓刚刚您提到这个三线六部 能不能平息这些反对的声音 保障台湾学生的权益呢 您的看法 我想有关时辰的问题 还要看整个教育行政作业 看来得及来不及 因为我们是在学年制 那分两个学期 那下一期显然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是不是在明年的八月九月 可不可以招收大陆的学生到台湾来 这是一个实诚上的问题 第二个您刚才问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有一些民进党的 或者是特殊意识形态的人 是基本上反对这个事情 我们把这个话题拉远一点来谈 其实两岸由于文化宗教生活方式 各方面的同质性很高 那有一些有特定意识形态的人 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个事情 所以政府就要设立层层的管制 避免走向一个 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有关教育学历的承认 或者是招收大陆学生的这个问题 从李登辉政府到这个陈水扁政府 一直都是采取一个 比较相对保守抗拒的一种做法 但是现在在马英九手上 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我相信是可以克服 今天按照这个法定程序 即使是要经过立法院修法 这些东西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就是实务面上到底怎么做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到底有多少的学生 愿意过来 这个是台北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我相信这是更实际的问题 好的 谢谢蔡伟 蔡教授 那么回到美国华盛顿的现场 我想请教赵惠普先生 想从您的观点来看 这一次台湾的行政院通过了 让大陆学生到台湾来就读念大学 就好处来讲 他对于两岸之间的交流 或是两岸学生素质的一个改善 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想只要是交流都是好的 那因为台湾这几年 因为教育改革之后 有很多蛮奇怪的现象 尤其是我刚刚从台湾回来 那么我们参观了很多学校 那么所有接到的讯息都是说 所有从事教育的人都对 现在年轻人的这个 跟以前的比不上感到非常痛心 那么我想两岸交流 那因为中国大陆还是 蛮这种中国传统的 世代或观念很重的 所以他们非常讲究这种精英政策 精英政策很可能 听说他们还能够进大学的 一般大学只有5%不到的人 所以等于说100个人 只有5个人能够进入 他们所谓的好一点的大学 其他95%的人根本都 只能选择其他的一些 不好的地方去 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大学 所以中国大陆的 我想就他们的学业方面来讲 他们是很强的 所以两岸交流以后 我想我们大概台湾的学生 可以感受到 这些大陆人都是非常拼的 这些学生都是这样出来的 可是我觉得教育的本身 并不是光是学业 像我们在台湾一般来讲 就说叫得智体群 其实如果说中国大陆的观众 不太了解这个得智体群 其实就是说一个不是光在学校学问 而是有很多伦理道德 有很多待人处事 有很多这个 Create订阅